這個蘇院長 您今天真的心情很不錯 我希望呢以後在 我們國會殿堂的討論對話 都能夠如此保持的話 我們會做為一個最好的示範 高精委員對我很好 高精委員對我很好 哈哈 我是就是論事 比較前面 謝謝你 我是就是論事 希望這個國家更好 院長好 委員妳好 疫情好嗎今天 很好 我要聽委員指教 心情很好 謝謝 本席還是一樣 我先匯整所有的資料 然後呢完整的說明 我會再讓院長來答詢 好謝謝 我們希望今天我們的對話 能夠讓原住民族的政策 能夠再長治久安 然後今天我要跟你談的是 原住民族的自治 去年底執政黨的立院黨團 拋出了地方制度法一致的修正案 隨後呢 蔡英文總統 蔡英文主席 她也在民進黨的中常會表態支持 而蘇院長寧也說 關於族族合併 府院黨都有高度的共識 希望能夠順利進行 然後爭取先機 我們來看一下同一個議題 同一個蔡英文主席 她在2008年對當時執政的國民黨 她說馬政府此時推動地方制度法的修正案 充滿了選舉的算計 然後選舉的思考 重劃行政區是國家的大事 應該要好好地規劃 這是總統蔡英文說的 我在立法院歷經了不同的執政黨 我也看盡了以政黨利益為考量 來鞏固自己政權的手段 不管是過去的六都也好 還是新竹縣市合併的升格 其實都只針對地方制度法來做處理 可是國土計劃法呢 行政區劃法呢 財政收支劃分法呢 這些攸關台灣永續發展 還有財政分配的公平正義的法案 就在政治算計之下 通通變成了地方制度法的工具 而我們看到這樣的修法 都市化將更快速地消滅台灣的農村 也更便於財團炒作農村的土地 而直轄市也將席捲了絕大部分的政府資源 剝奪了偏鄉脫離貧困的機會 這也將偏鄉推向了極偏 推向了荒芜 在這裡我要提醒院長 不管地方制度怎麼修 一定要考量到公平正義 特別是行政還有財政上最弱勢的原住民族地區 而民進黨執政已經再一次的執政已經快六年了 我們現在是不是應該來檢討一下原住民的重大政策呢 我們來看一下六年前 2016年的8月1號 蔡英文總統她代表政府 向原住民族道歉 她當時說了一段非常感人的話 她說台灣這塊土地 400年前早就有人居住 這些人原本過著自己的生活 有著自己的語言文化習俗生活領域 接著在沒有經過他們的同意之下 這塊土地上來了另外的一群人 而歷史的發展是 後來的這群人呢 剝奪了原先這一群人的一切 讓他們在最熟悉的土地上 流離失所 成為異鄉人 成為非主流 成為邊緣 蔡總統她說對了 原住民族長期以來的苦難 其實就是在我們自己最熟悉的土地上 被地方制度所切割 鏈結 如同我所屬的泰亞族 我們來看一下 他被切割在南投縣 台中市 苗栗縣 新竹縣 桃園市 新北市 宜蘭縣 這七個縣市的十一個鄉鎮市區 同樣是泰亞族我們還被分為 平地原住民跟山地原住民 同時呢 我們還面對著七套不同的地方制度法規 而地方制度 迫使原住民族變成了異鄉人 成為了非主流 成為了縣市行政區域的邊緣 這就是原住民族在地方制度法之下的 現實處境 而地方制度法應該要怎麼修正 才符合全民利益 而非政黨或者是地方派系的利益呢 其實在2010年經建會 也就是現在的國發會 已經通過了 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計畫 這個計畫呢 他是依據各縣市的地方發展的現況 還有需求 他擬定了不同地區的發展策略 我們看一下分別是什麼 西部創新發展軸 中央山脈保育軸 還有東部的優質生活產業軸 而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計畫 也正式制定國土計畫法 還有行政區劃法的依據 但是很遺憾的是行政區劃法草案 就在政黨利益還有地方政治利益 互相不相讓之下 到現在毫無立法進度 僅僅在2016年通過了 以土地管制為主體的國土計畫法 因此2018年行政院 針對台灣的陸域還有海域 為了要達成國土的永續發展 引導國土資源保育 還有利用發展的空間 也核定公告了全國國土計畫 所以應該這麼說 地方制度法如果要修法的話 理應依照國土計畫法 還有行政區劃法的規範 來推動整合地方產業的發展策略 但是非常遺憾的是民進黨團 他們把它簡化為地方制度法的 一致修正案 由上而下的推動 新竹縣市合併升格之下市 當民進黨的政治算計 遇上了各地方政府 急著要固守捍衛自己的自身利益的時候 行政院你們所核定公告的 原住民地區的55個鄉鎮市區 剛好就是國土計畫裡面的看一下 中央山脈保育軸 還有東部優質生活產業軸 那台灣環境永續的祕賣很遺憾的 就被政治算計狠狠地拋在腦後 而總統向原住民道歉的時候 承諾原住民的自治呢 我們來看一下六年前 總統府裡面的原轉會 第一次委員會議的時候 蔡英文總統他就曾經做出財事了 他說原住民自治的基本元素 要包括有明確的空間範圍 自治權限還有固定的財源 而自治的架構是要由原住民族 跟政府對等充分協商之後來產生 原長會連續召開六年了 每一次也都有總統來主持 但是原住民的自治依然還在空轉 我們就來看今年3月3號 原轉會召開第17次委員會議 而有委員在會中 他為了要推動原住民族的自治事宜 他建議要設立原住民族自治的事辦小組 總統他也表示原則上是可行的 但是小組必須要成立在總統府 或者是行政院 涉及到政府之間的權力分立 牽涉行政院的指導 他將跟副總統還有院長您來共同討論 期待能夠把原住民的自治往前推進 院長其實我認為 如果總統他真的有心要推動原住民自治的話 為什麼不把原住民的自治 納入民進黨團的地方制度法的修正案來推動呢 我們來看一下總統他六年前他曾經說過的三大目標 原住民的自治必須要有明確的空間範圍 明確的範圍不就是現在 核定公告的原住民地區的55個鄉鎮區嗎 然後他也說原住民的自治必須要有權限 我認為為了要避免政治紛爭 我建議先行參照大家最熟悉的地方自治事項 自治架構然後再由原住民族跟政府對等 充分協商之後產生 而總統也講過必須要有固定的裁員 其實固定的裁員現在就可以由行政院配合修訂 中央統籌分配稅款的分配辦法就可以解決了 我認為總統對原住民的承諾是神聖的 而蔡總統的任期還是兩年了 我不知道行政院長您對於總統對原住民的承諾 你有什麼看法 謝謝委員指教 委員從歷史原格及現狀來比較 確實我們看到原住民族一路走來的辛苦 以及有很多受到不公平總統 這也是總統出面道歉 講得自情自信的地方 這是正確的 但有些事情在做法上 確實很難一觸而及 而如果以現在民進黨政府執政 老實說就自治這個事項來說 在空間上還難以拿到原初委員說希望的這種構想 不過就這些鄉的鄉長都明白明文規定 只能原住民擔任 有三地還規定要三地原住民才能出任鄉長候選 那像宜將這種平地原住民還不能當鄉長 漢任更不用說 至於財源的部分 蔡總統上任一定要這幾年 原民會的預算增加確實是高比例的 那還有很多沒有做到確實 那我們應該繼續努力 來請委員多指教 好了謝謝 謝謝蘇院長你今天的回覆 但是我還是聽不出來該怎麼做 沒關係您還沒有一個想法的話 其實我可以建議您就是 原住民的自治其實不難 它只要回歸到國土計畫的核心價值 然後來修訂地方制度法 不要再讓原住民族的族人彼此成為異鄉人 我們讓位於中央山脈保育軸 還有東部優質生活產業軸的原住民地區的55個鄉鎮市區 把它合併成為環境永續之都 讓原住民族的地區它的財政可以自主 然後不再受制於各級政府的施捨 我認為這才是符合公平正義的地方制度法的修正案 所以我認為民進黨現在已經是完全執政 我希望能夠來落實 蔡英文總統對原住民族的政策 否則就坐實了蔡英文總統說的 這是不公不義的政府 所以院長剩下三分鐘 你要不要來聽聽看我剛剛所說的這個部分 您都回應 謝謝委員指教 委員長期來就原住民族的相關 無論是地位權益相關 我覺得有很多 如果我可以馬上做 我一定都當場答應 而且確實做到 像那個砍滑那個面積補償 我盡力 另外一個是有些用一部專法 可能會一時困難 我們用分流立法也在努力 第三方面是委員今天的指教和構想 我請相關部會 就委員這個構想指教的部分 是怎麼樣能夠容易來怎麼樣做才好 請他們研究 好 我剛剛有講過 如果是由上而下的話 其實呢我們可以修地方制度法 把它變成是國土計畫 剛剛說的中央商品保育軸 還有這個東部這個生活產業軸 然後如果是由下而上的話 我的建議是不是我們可以請 原住民鄉還有鄉待會 做充分的討論 然後例如我剛剛所講的 泰亞族分了七個縣市 然後十一個鄉市政府 如果這個整個泰亞地區 能夠合併成為一個泰亞區的話 它的自治權限有了 然後自主財源是從中央直接下來 其實這是最簡單的 也例如霧台鄉 霧台鄉好像已經準備好了 鄉長呢它能夠承受到就是 未來它的自治權限 應該該怎麼樣跟盧凱的族人來討論 當然最重要的是地方制度法 其實切割劣解了原住民族 非常多的這個法規事項 所以原住民族的55個鄉鎮 它可以脫離地方政府 合併成為一個原住民區的話 然後我們內部討論 其實這件事情是非常簡單 容易做得到的 所以我剛剛很高興聽到 院長您說要跟各部會充分討論 剩下最後的兩年的任期了 我真的期待 他英文總統對於原住民的自治 不要跳票 而且總統他在原長會有特別講到 他說他還有副總統還有您 你們三位必須要坐下來好好討論 這個總統對原住民的承諾 所以蘇院長這件事情 很顯然未來會到您手上 所以您的態度還是跟剛剛一樣嗎 就是未來充分的來討論 然後跟原住民族的族人來討論 就今天委員這些構想跟指教 我請相關部會要來研究 相關部會是哪一些部會 相關原民會當然一定 那地中央制度法跟內政部會也有關係 還有相關可能還涉及農委會等等 都會有關係 這相當龐大的 那事關這個不是說一個部會的個別角度 好所以我們在三個月內能夠啟動 來討論這件事情可以嗎 我請他們研究之後才跟我說明 三個月之內我們來啟動來討論 然後呢把這件事情 也讓我們原鄉地區的族人了解 也讓我們有心理準備 好嗎 好 謝謝您喔 謝謝您 這個蘇院長 您今天真的心情很不錯 我希望呢以後在我們的 國會電堂的討論對話 都能夠如此保持的話 我們會做為一個最好的示範 高經委員對我很好 我是就是論事 比較前面謝謝你 我是就是論事 希望這個國家更好 謝謝